中华文明 人类归宝 如何复兴 教学为宪 这里是全球第一家 圣贤经典远程教育网站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涵盖如释到全部核心内容 十五大类纲目 一百余堂大课 古今万卷藏书 广大中华文化 天下学子向往 读书志在圣贤 供情享誉海内外的老师 声作授客 深入浅出 破迷开悟 尊师重道 念念不忘导师慈悲教导 心心与飞扬 不复兴不断传 尊师在圣贤 学和学 不思不航不相望 大方心心与飞 网络教学 星星之火 传承中华命脉 千年万事 离不开圣贤教育 国泰民案 首先要修身齐驾 祖国各地 香港 台湾 世界各地 韩国 日本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斯里兰卡 澳大利亚 同步学习 四海一家 共同祈愿 共同祈愿圣贤教育 光照 环宇 全球同学 万事 太平 欢迎来到圣贤教育 全球同学 建国 建国军民 教学为宪 教学为宪 崇德新人 教学为宪 长治九安 教学为宪 诸佛 诸佛暴土 教学为宪 极乐世界 教学为宪 全球同学 全球支持 圣贤教育 全球同学 网 龙天欢喜 阿弥陀佛 扫地 扫地 扫心地 您正在收看的是 圣贤教育 全球同学 全球同学网 远程教学节目 中华传统文化 入门必修课 安身立命 教学为宪 这里是传统 私塾教育 今天的节目是 孩子为什么偷东西 上级 老师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录制一个特别节目 他的名字 我相信家长 老师 还有全社会 都会很关心 孩子 为什么偷东西 为什么偷东西 我们不看到 不找出来 他的这个根本的原因 你永远也发现不了 真的发现问题了 你解决不了 为什么呢 病根 不知道在哪里 你可能以为 自己家的孩子很好 你真有可能不知道 他已经偷东西好多年了 这是真的 今天我们先介绍 一个好孩子 女生 今年刚九岁 好在哪里 你看他 上课 读书 认真的 背书 真的是很好 你看他上书法课 画画课 这些才艺 都很好 很有礼貌 鞠躬是九十度的 一般小同学 都不如他 吃饭的时候 他 你看 学校要求照顾人 他也会 自己把杯子 你看叠得多好 跑步 打扫卫生 洗衣服 可以说 这个孩子 和一般的孩子 比起来 那真的是 相当好了 这个孩子 刚刚到 传统文化学校来学 新来的同学 这些都是老师教给他 他能做到 今天两个班主任在这 把这个同学带来了 大家不知道 就是这么一个小女孩 偷东西 偷东西已经两年了 刚发现 你怎么看 也看不出来 但是呢 真的是偷两年了 我们先来问问班主任 怎么发现 第一次发现这个孩子 偷东西呢 是在他睡觉的床底下 有吃一半的糖 结果这个糖 招了很多蚂蚁 你们这个学校 不让吃零食 对 我们学校是不吃零食的 然后拿到这个糖呢 这个学长带着他 就来找到我这边 当时我就问他 我说 你有没有偷东西 结果这个孩子是 面不改设 就是老师 我没有偷东西 那我说 你这糖是哪来的 他说 来的时候 在火车上 妈妈给我的 我说 那好 我说 我现在给你妈妈打电话 然后他马上就会讲 老师 我记错了 不是我妈妈给我的 是旁边的阿姨给我的 他反应很快吧 反应很快 甚至说 我的话音还没有落 他就能马上就能结上 然后我再跟他讲 因为小孩子们我就讲 我说这个糖 我说外面买不到 我说我这边是 只有老师这边有 我说你外面买不到 然后他就是铁嘴钢牙 就跟我讲 老师 我真没有 你相信我吧 而且是 很可怜的 你看着他 然后 又很无辜的 看着你 换句话说 他有精彩的表演 对 他都会 对 甚至说 他的学长都会讲 说是不是不是他偷的呀 甚至我自己 我都觉得这个孩子 好像没有说谎 你们统统被他骗了 对 为什么呢 表演太出色了 对 最后呢 是我这边 脸哄 在吓唬 手里面拿着戒指 他承认了 老师 我偷了 但是还没有说实话 老师 我就偷了一块 我说我的糖 我有数 我说你偷了多少 我一看我就知道 之后 老师 我偷了四块 我又问他 我说你还有没有拿别的东西 老师 我这么没有了 我再没拿别的东西 后来我又跟他讲 我说老师的办公室里面 有什么 我清清楚楚 我说我现在就下去 说之后 承认了 老师 里面还有这个 三扎丸 三扎条 我也偷拿了 就是这样 一点一点的 他才跟你说实话 不然根本就不说实话 他说实话这么难 你有什么体会 第一呢 我觉得 就是 这个孩子 就是作为老师啊 或者说我们这些大人 他的学长 根本就斗不过他 这个孩子 甚至我好多次 我都相信他没有偷东西 或者相信他 到这句话为止 他说的是实话了 以后再没有了 真的是这样的 这就说明 这个孩子 有比偷东西 更可怕的东西 是 他九岁 能把你们快三十岁的人 都骗到了 而且还不是一个人 你当时你也在场 对 在场 怎么问 就看着 老师 我没有 真的 这是我在地上捡的 后来打手板 拿戒持打一下 然后说一句 打一下 说一句 而且他的眼神 非常无辜 看着你 斩钉截铁的 人们说 伶牙俐齿 我们观众听到这里 我觉得会非常恐怖 为什么呢 他刚九岁 是个小女孩 他为什么能达到这个程度 你们应该好好问问他 偷东西多少年了 没有相当丰富的经验 他不可能达到 他不可能达到 这样的程度 你看他做这个事情 有偷 有骗 十恶业 头三样 他占了两样 偷刀 忘语 他刚剁小 后来还发现 他接着偷 对 而且最可怕的是 第二次 第二次 我们发现他偷东西的时候 他明明手里面 就拿着他偷来的东西 在他眼前就放着一堆 他偷来的东西 吃剩下的皮 学长 正好发现 正好看到了 但是他还是不承认 还是这种 就是铁齿刚压 面不敢设的 看着你 老师我没偷 我真没偷 我一过来 我就看到这块有 不是我拿的 我没有偷 而且这个孩子 就让我们比较担心的 就是他胆子很大 胆大妄为 在我们这个学校 老师的房间 他敢进去偷 我听说把老师 这些房间全都偷遍了 对 老师的房间 长辈的房间 老师的办公室 学长的柜子 包括公共的 这些走廊的柜子 用他的话 就是能翻的 我都翻过了已经 江阳大刀 刚九岁小姑娘 我们这个案例 你看这孩子就在这 我们要问他 这孩子跟谁学的 你讲讲 跟谁学的 跟同学 就是你来这个 传统文化学校之前 在你的那个小学 学到的是不是 是啊 学偷东西多少年了 两年 上一年级开始学这个 是吧 是 那个时候七岁吧 是 在我们印象中 城市里的孩子 可能毛病多 农村应该很淳朴 我们完全想错了 现在这个污染 已经蔓延到农村 这些乡村的学校 小学的 你看那么偏远的地方 天水市 下面一个县的小学校 小学一年级 你给我们讲讲 同学们都怎么偷东西 你学到的 是同学们下课的时候 趁着那些同学不注意 就会到别的同学的书包 你会抽屉 你拿东西 翻人家书包 是啊 那班上这样的同学 男生女生都有啊 是啊 多不多 也多 大家都偷什么 大家都偷过那些用品 不是用的 文具 用品 你在家里边呢 偷不偷东西 我在家里偷过糖果 还有果冻 饼干 偷了两年了 为什么不改 到传统化学校接着偷 为什么不改呢 就是 韩式 那个就有时候就又忘记了 就还是那个想偷的感觉 也控制不住自己 你被人发现在偷东西的时候 你能骗那么多的人 你哪来这个本身 能骗这么多人 我就是那个 学撒谎也是和同学学的 以前 同学们也都撒谎吗 是啊 偷东西要挨打 很疼啊 那你为什么还要偷啊 我也不知道 我是那 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还是觉得 很想偷的那个感觉 我问这个孩子 我说你除了偷吃的 有没有偷钱 结果他跟我讲 他说我没偷钱 他说我拿钱没有用 我画不出去 这一个是让我很可怕的 让我很担心 因为他如果说 将来他长大了 能画出去了 对或者说他不在这种封闭式的学校 他有机会花钱 那他就会去偷钱 所以这个是让我很担心 很害怕的 我们就遇到过这样一个同学 他是在学校里的小卖布 偷零食 男生女生 女孩子 多大 也就是 十岁左右吧 他上学的时候 十岁左右 都是小小女孩 小姑娘 小姑娘 看着是非常可爱的 很乖 很乖巧 然后被小卖布的老板发现了 老板就跟他讲 就很生气的跟他讲 说你不要来偷我的东西 你回家去偷你爸爸的钱 来买我的东西 小卖布 卖东西的人就这么讲 是 我们看到这里 如果感到很恐怖 可怕 还不止 可怕的还在后边 你看这小姑娘 学习好啊 弟子龟 感应篇 十善一 沙迷 绿仪 她都会背 你给我们背一背 二约不到 是专门讲 不偷盗的 你看她背得很好啊 大约不到 解约 经营重物 以至一争一草 不得不予而取 若常住物 若信失物 若生重物 若观物 明物 一切物 或夺取 或窃取 或榨取 乃至偷树冒度等 皆为偷盗 今在 一沙迷道 常住果七枚 一沙迷道 众生十命少分 一沙迷道 众生禀数分 一沙迷道 众生十命少分 巨夺地狱 巨夺地狱 顾及银 明就断手 不取非才 亦可不介云 我们听完她这个背诵啊 很受教育 我想到今天 社会上那么多大学生 文凭很高 啊 才能 也不小啊 怎么样呢 都不少好人 很多呀 这是我们 教育最大的失败 难道我们要 教出来的是这样人吗 沙迷利益都会被 正体自墨写 他还给你 可以表演 还有那上 上台可以给你唱歌 实际上 他是个小偷 现在他偷吃的 他不是说了吗 哎 钱是没地儿花 哎 有地方花 那就偷钱 我们听说 有的那个年轻女孩子 刚参加工作 偷成习惯了 把人家的那个银行卡偷了 一万块钱 花了之后 进监狱 判两年 那就是犯人 罪人 我们今天看 小到这是九岁的 我还听说你们这来过 六岁的孩子 是吧 到这来偷 他说他从四岁开始偷 是吧 对 我们遇到一个 从河南来的女孩子 今年六岁 她一来我们这 就开始偷东西 后来我们了解情况 才知道 这个孩子从四岁开始 在幼儿园就学会偷东西了 在幼儿园 他会把同学 好看的这些铅笔 橡皮 都偷偷拿到家里面来 那我们就了解这个孩子 他其实是 在很小的时候 家里面的爷爷 带他去别人家做客 看到别人家有好吃的 好玩的 他就装到兜子里面 偷偷拿家来 甚至有的时候 看到别人家有好的 然后就跟爷爷讲 爷爷我要这个 这爷爷呢 宠着孙女 就帮这个孙女管这个 去做客这家的主人 跟人要 说我孙女喜欢这个 这个给我们吧 我拿走了 那爷爷要是不帮着要 那个姑娘就得去偷了 四岁五岁六岁 偷了两年 是不是 对 是的 他就已经偷成习惯了 就是我们见到他的时候 他是六岁嘛 偷了两年了 就是改不过来 就是看到别人有的 他自己没有的 他就想去拿来 就想赞为己有 你偷别人的东西 心里是怎么想的 这个东西我没有 我就得拿到 是不是 我就是觉得别人 这些东西好 自己没有 也很需要这个东西 就拿 有些时候就是 我们看到班主任 讲这些话 孩子自己忏悔 我们深受教育 师父老人家常讲 人生在世 四种教育 头一个是家庭教育 然后是学校教育 我们再看看现在的家庭 和学校这两种教育 根本就不教啊 不教什么呢 不许偷盗 谁教这啊 如果教的话 也放到了狠次要狠次 你看这孩子脑子里 对这个没概念 那什么重要呢 你看吃喝玩乐重要 上名牌学校重要 出人头地 人前炫耀重要 不教这些了 这是什么呢 这是人伦 五常里边的 人义理智信 破坏了五常 人就这样了 所以说人气常 则妖心啊 你看人这个字 人不教了 不认就怎么样 就是杀生 杀 杀害 伤害 不认 脑害众生 不义 就是偷盗 义呢 就是不盗 人义 理 就是不淫乱 不色情 讲究理解 现在这些都没有了 不讲理了 不仁不义 无理 你看那个小女孩 都在学怎么性感 穿暴露的衣服 无理 智 智是什么呢 不酗酒 酒后乱性啊 现在是不智 从老到烧 都在那儿酗酒 信是什么呢 不妄语 不说假话骗人 现在是不知不信 人人都说假话 你看她 小姑娘能把多少人都骗倒了 练出来的 她不是生下来就这样 说到最后 我再加一个 无耻 没有羞耻心 不仁不义 无理 无智 无信 我再加一个 无耻 大家听听有没有道理 现在 伦理道德的教育疏忽了 这是 我们传统文化学校重视这个 你看这孩子 考试成绩再好 是个贼啊 是个小偷啊 但是在学校里 他只要不被发现 这就是个好同学 在家里 那就是个好孩子 他能把大众都欺骗了 实际上呢 他偷盗的这个习惯 天天在自长 你们想想 一旦将来 他长大了 他需要的不仅仅是糖果了 他要名牌 得不到 得不到 他就要偷 钱少了 还不能满足他 所以要判很重的刑 你说他进监狱 灾难从哪来的 七岁 学偷到学来 从哪学 从学校学来 那学校 为什么不管呢 学校教文化课 不管这个 所以你去问 那个学校的老师 我们孩子偷东西 你怎么不管 那老师会怎么说 你没给我那份钱的 你一句话 没法说 就是现在教育产业化 产业化好听 就是钱 上学多难 你以为上了学 孩子就能好吗 这就是个例子 你看甘肃 那么偏僻的地方 你看 普通的农户家的一个孩子 现在当小偷已经两年了 学习挺好的 拿来成绩 父母根本就看不出来 什么都看不出来 双百 那有用吗 能改变他这一生 趋吉避凶 成为一个好人的 这样的一个愿望吗 那是做梦 为什么呢 学校家庭 通通没有伦理道德的教育 现在哪家哪户教 仁义理智信呢 通通都是什么 杀到淫望酒啊 那家长觉得 冤枉 我没教杀到淫望酒 你打开电视 那比你教的 那力量大 大太多了 所以我们家长现在糊涂 长辈糊涂 天天还在那看呢 离个儿愣 离个儿愣 你边上的这些小孙子 小孙儿 全都学坏了 你说怎么学坏 欲望起来 就刚才他说的 这个这么好 妈妈 我想吃这个 那家里没那个条件 没了条件就去偷 这一点被大家束缚了 因为现在电视 教的都是刺激人的欲望 现代经济学家的理念 要刺激人的消费欲望 这人当然也包括这些孩子 你看那些广告 那孩子看了流口水 那些衣服他想穿 那没这个条件 没这个条件 他就想办法 这就是祸根 所以现在你就是在家里 教人意理智心 你那几句话 能跟电视比吗 你能跟外边那些小同学比吗 穿的都是名牌 接送都是豪车 那父母也是炫耀 这个力量 师父讲 诱惑的力量太大了 一小块糖果就可以让你家的孩子变成贼 更何况现在的诱惑远远超过一小块糖果 你怎么办 话要说回来 你说我们家学传统话 学佛的 我们不看电视 那你孩子不出门了吗 他没同学吗 他总得要在社会中生活 他跟人打交道 你说怎么办 这是最让人害怕的 这一个孩子学坏了 就像你们所讲的 你们见到偷东西的孩子多不多 太多了 是不是 很多 孩子小的三四岁 大的二十多岁都有偷的 男孩子偷 女孩子也偷 贫困家里的孩子偷 富有的家里孩子也偷 你们给我看过一个 同学的忏悔心 这个孩子湖南人 一个男生 十五岁 他在信上写 没有他不偷 在家里光偷父母的钱 就五千多 然后上黄色网站 在家里边上网 那父母都什么态度 你快去上网打游戏去吧 你真吵我心烦 妈妈都这么说 孩子是不说话了 网络杀到淫妄在教他 他什么他都学会了 学会之后 他那岔回上写 到学校去偷 女子的内衣内裤 跟谁学呢 我们这个年代的人 都没听说过 还有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国外的人有这个毛病 你看 中国的孩子都学会了 他觉得好玩 你是他懂什么 他懂什么 你不懂的 他都懂 他什么他都知道 为什么 网络教的 你们听到这些地方 不寒而礼 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的未来 就是他们 我们看了之后 怎么办呢 家里边 天天大家都忙着赚钱 把孩子扔给老人 或者扔给电脑 扔给电视 扔给保姆 你说他不是什么都学会了 力所能及的就是偷啊 长大了呢 就是杀到淫妄都会看了 那条件成熟了 原来他就学过这个嘛 你说这孩子 从七岁就开始学偷东西 而且七岁就已经控制不了 对呀 他现在九岁偷两年了 这是被你们发现了 学校发现不了 家里发现不了 是 你们谁都不管呢 没叫那份钱呢 是吧 现在都好像是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像拿撑在腰一样 没有人有良知了 过去我们那个年代 说这孩子打架 哎呦 马路上 我亲身经历 不认识的那个老人都过来 干什么的 训斥啊 现在 你给他钱 他都不管你 大家都是这种关系了 所以说 这些孩子长大了 你们想过没有 怎么办 这难道是我们想要的孩子吗 想要受这种教育吗 这是难道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吗 哎 你们这是管得严的 认真负责呀 传统文化 别的地方也不管 他家里人都很忙 等到他十几岁犯了大案 你现在这些青少年犯罪 不都是因为欲望吗 小时候培养起来了 经济学家这些理念 把人的欲望都培养起来了 好 他有丰富的偷盗的经验 骗人的经验 从七岁就练起 一门深入 常识寻求 他有深厚的功底呀 你说这孩子能是好人 嘴上会背 手里会写 毛笔字 呵 你看他才艺可了不得 我相信天下有很多家的孩子 家长和老师都没想到 他原来是这样的 对了 那你说我问 为什么看不出来呀 我们打个比方 马路上的两辆车 高速路上 往同一个方向 同一个速度开 那个车就好像静止的一样 对吧 你看看他跟静止的一样 说明什么呢 你跟他同路 为什么你们一眼就看出来了呢 不是简简单单说 看到那堂纸啊 是不是 一下就能看出来 你们心清净 欲望少 那欲望赤胜的孩子 大人在你面前 你一眼就能看出来 你就感觉就像高速路 呼呼 这撤一下 他俩方向嘛 换句话说 师父常常讲 人心安定了 把这些事情都看得清楚 现在家长为什么看不明白 他自己呢 还心乱如麻呢 他比孩子还贪呢 孩子小小贪 看不出来 没事挺好的 这算什么 还有一个大问题 你们刚才提出来 这是属于平民家的孩子 富家子弟也都 你看有一个 男孩子 我记得是山东的 家里有钱 几千万的资产 你看这山东的这小男孩 偷东西 偷钱 在学校 给他送到他妈妈那 妈妈不相信 我们家这么有钱 上市公司 是吧 爸爸董事长 不可能 他这么会偷钱 我们家最缺的就不是钱 为什么呢 他真不知道 流眼泪 我就跟这个妈妈讲 我说你们家 是不缺钱 但是非常缺乏 对传统文化 对伦理道德的了解 何以见得呢 他说 老师你知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说我知道 什么原因呢 我说你这富家子弟 你这个儿子呀 是不是从小要什么给什么 那我们家赚了钱 不就是为这个 我说对 现在家家户户 普遍都这样 孩子要什么给什么 我说就这一点 就把孩子毁了 就培养成小偷了 啊 那为什么呢 我说你看 要这个就给这个 要那个给那个 给他形成一种什么观念呢 我想要的 必须得到 你们必须得给 不给是不对的 给我 我得到是天经地义的 谁教的 你教的 是不是啊 反正该给的不该给的 只要我孩子要 我闺女要 我儿子要 那想尽办法 也得给他 你在教给他一种什么 完全错误的伦理 什么伦理呢 我是老大 儿子 闺女 说了 我是主人 对吧 我是小祖宗 我要什么 就给我什么 不给我满足 那我就不活了 你看看 你教他 这是第一个 第二 你在教给他 这个的过程当中 你把他的欲望 培养起来 换句话说 他样样的欲望 都必须得到满足 那他欲望就斥胜 欲望斥胜 那是大灾难的基础条件 这个孩子刚九岁 他为什么控制不了 他刚才讲了 说我控制不了 我去偷东西 为什么 什么在控制他 我们学佛的人懂啊 业力在控制他 所谓业力牵引 自己做不了主啊 明明知道这是错的 挨打挨骂 那不行 他还是要去伸这个手 哪怕一小罐糖 他不能偷了 说明他的欲望 就是他的业力 已经远远的 控制了他自己的心智 他自己说了不算了 所以你看在马路上 那些杀人放火 偷东西的 为什么呢 他自己控制不了自己了 为什么 从小就培养 谁培养呢 做父母的培养 你培养 欲望培养起来之后 我就跟那个妈妈讲 你把他送到一个传统文化学校 传统文化学校教好人呢 不许吃零食 坏习惯 家里边是 不吃零食 那还能活了 是不是 他相反的吗 突然这一接触 这孩子欲望天天烧着 你突然一下给他 外缘给他断了 他受不了 就好像那个抽鸦片 抽大麻的 你看他过去大眼鬼就是 哎呦 那要是没了之后 他就哎呦 鼻涕眼泪都吓着人 活不了了 为什么呢 他已经进入病态了 现在的孩子你看 这样东西你要是不给他 哎呦 打吧 打妈妈 踩着妈妈头发的照片 我们看喝 那不给呢 那就要你命 反正不要你命 他就要他自己的命 自杀 哎呀 都是他的欲望在控制他 欲望谁培养起来的 刚才我们讲 电视网络 还有家里的大人 要什么干什么 欲望培养起来 欲望培养起来 你一定要记得 他自己不能够做主了 控制不了自己了 所以到了传统文化学校 哎呀 这也吃不到 那也拿不到 不行啊 这小姑娘就是 培养了两年的欲望 那有家长讲了 那吃块糖算什么欲望 哎 对于我们大人 那是个小事 对于他们来说是大事 我们要懂啊 这就是孩子的心理啊 对他来说 那点食物就是天大的事 他把天大的事情看着 不可控制了 那他就跟着那些事情走了 那就是他的命啊 那就是他的命啊 所以 哎 我跟那个妈妈讲 你的孩子 为什么会偷东西 你这回听明白了 富家子弟的欲望 比贫民子弟 那高出来太多倍了 为什么他从小 他享受这个吗 关着吗 你爱 你爱的孩子 有几个不偷东西呢 你说小孩不都这样 都这样 都这样 将来都进监狱可了不得 没进监狱 偷别人的东西 人家拿刀捅他 你们现在是拿手板教训他 哎 这是爱护 将来谁爱护他呀 啊 我们过去都知道了 那小偷 那抓住之后 往死里打 哎 警察看着应该 谁管你 谁让你是贼呢 你看 所以说 欲望做主 伦理道德不讲 孩子没有底线 一切都是围绕 吃后而乐来的 所以我就跟这个妈妈讲啊 你的孩子 之所以会去偷钱 就是因为 小的时候这个欲望啊 给他打了几乎 现在不能熄灭 哎 所以他必须得要满足他的欲望 在社会上 在公司行号 在任何一个单位 只要得不到满足了 他一定会去想 哎 外门邪道 外门邪道 如果要是出了事情 可是犯法 所以说 今天这个节目 特别景 太重要了 孩子为什么偷东西 这些东西大家不懂 啊 完全是商业社会 钱说了算 欲望做主 刺激欲望 刺激消费 离了麦当劳 肯德基 这孩子又不活了 这都是凶兆啊 说明什么呢 说明就那点东西 就能让你的孩子 去死 这样的人的人 一生 能平安吗 你能放心吗 大家一定要知道 尤其是长辈 觉得这是小事 不就是一个汉堡包 就给他买去 错了 弟子龟上讲的话 梵取与贵分小啊 是该你吃的吗 什么不是该他吃的 哎 肥份 不符合自己本分 是吧 弟子龟上教什么 从古以来 我们中国人受这种教育啊 全世界最伟大的人性的教育 什么教育呢 若衣服 若饮食 吃的穿的 不如人 不如别人 心里不要难过 勿生气啊 唯德学 唯才艺 比这个 德行 学问 能力 不如人 当自立 从小教这个 现在把这打倒了 不要了 天天竟盯着人家身上穿的 嘴里吃的 竟盯着 你说这些孩子 他能用心学习吗 学了之后 那你说他背的挺好 双百 分数很高 我告诉你 师父讲 伪君子 说一套 做一套 伪君子 假的 换句话说 他从幼儿园受的教育 一直到大学毕业 统统 报废成零 那个文凭 一点又没有 还给他增长傲慢 你这就知道 现在教育的失败 在哪里 是知识的教育 跟伦理道德 跟他的自性 认知出性本善 那个纯净纯善的 那个自性 毫无关系 而且都破坏了 尊敬的世界各地同学 大家好 本次课程已经结束 恭请各位肃力 让我们以无比感恩的心 感念中华先祖 人类先祖 对后代子孙的挚爱 感念古圣先贤的伟大教导 感念敬爱的导师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 慈悲教诲 感念所有授课老师 孜孜不倦的教化 感念国家和君主的 培养护佑 感念父母家人的养育和关爱 天地君清师 恩德永不忘 我们愿意所有的讲课 听课和修学的功德 全部回向给天地君清师 和一切众生 祈愿奉持经界 喜心意行 国艺秋聚 弥补萌化 天下和顺 日月清明 风雨已时 灾历不起 国风民安 兵戈无用 重得心人 勿修礼让 国无盗贼 无有冤枉 强不凌弱 各得其所 我们也再次感恩您的 共同修学 恭祝您 六时吉祥 道夜早晨 阿弥陀佛 各个公 exactly 何之道 也许 误众 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